国民党立委徐晓鑫跟外交部在引爆战火 徐晓鑫在爆料外交部捐助乌克兰时 中间可能有经手人 质疑外交部用人民纳税钱养外国政治人物 但这个说法遭到外交部严正驳斥 而徐晓鑫也曝光公文证据 直指外交部的援助过程没有公开透明 所有的这些物资一般民众的捐献 以及政府这边的支出加起来大概有意义出头 可能是透过其他的国家协助 那再转进乌克兰 上周立院直学男一立委徐晓鑫 质疑台湾援助乌克兰中间有经手人 可能是国外的政商金主 质疑外交部用国人的纳税钱养国外政治人物 让外交部发文痛批徐晓鑫的说法根本空穴来风 对此他也出面回击 一千万美金进到的户头 并不是政府是这家公司里面 然后他本身就是做医材的 然后他本身在捷克就有很好的政商关系 那我们可以理解为金主 拿出证据去年三月 捷克卫生科技院主持人刚访台 九个月后台湾就和捷克签了一笔 促进乌克兰重建的专案 经费高达一千万美元 还指定由捷克卫生科技院执行计划 而这名卫生科技院主持人 同时也是当地医材供应商 质疑外交部签订这样的密约 是间接介入捷克的在地政党政治 我国与欧洲理念相近国家合作 对乌克兰进行人道援助 对个案进行严格审查 合作方式透明公开 对于许委员不负责任刻意误导国人 并损害我国对外关系 无中生有的指控 再予严厉谴责 这三百万到四百万元的采购产品 属于公开招标还是限制性招标 因为这整份都是密件 外交部强调捐助乌克兰都是依照合作 备忘录依法办理 不过许晓星也紧要捐助没有公开透明 认为当中不单纯 这回曝光密件公文在杠上外交部 热台北综合报道 热台北综合